大家好 欢迎收看希望的路 《九评共产党》一书中提到 如果说夺取政权的战争中 暴力无可避免 那么世界上从来没有像共产党这样的 在和平时期仍然酷爱暴力的政权 中共除了对百姓的无情 对企业家的压榨 甚至还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民众 看清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 选择退党 一起来听听他们的真实心声 一位化名为校川四川的卫生局处籍干部说 近日在工作时不慎听到了领导间的秘密谈话 中共高层官员为了能够长久统治 准备摘除一批人体器官 已被给高层进行移植 事实上 新冠肺炎感染者在我省寥寥无几 相关治疗实则为中共借此机会收集健康器官 领导还强调四川省确诊人数需达到1000例以上 以达到摘除200例器官的要求 一位名叫平顺的民众说 明白了原来法轮功不是中共污蔑的那样 他们是一群最好的人 是一些道德高尚的人 我也了解了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摘器官的事实真相 中共不但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也导致了整个社会贩卖人体器官泛滥 人们都议论 原来街上经常看到的那些流浪汉 吃傻之人 现在一个都看不到 甚至孩子看不紧 也会被人贩子偷走活摘器官 前几年 我们村及我现在所住的市区中 经常看到两个四五十岁的吃傻婆娘都突然失踪了 多年来一直没有下落 人们都议论是被活摘器官 这一切灾难的祸根都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导致 所以我坚决声明退出中共一切组织 做一个干干净净 有神明保护的人 中共大将罗瑞卿之子罗宇也表示 真 善 忍能够解决中共一党专政下 所产生的所有问题 真 善 忍是中华民族现在最缺乏的美德 从世界上来讲 如果大家都可以遵循这个理念 那整个世界也会和平 迫害法轮功无论从国际法还是国内法 都是一种反宪法 反人类罪行 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灾难 他把真 善 忍 打掉了 大家就假恶斗 罗宇生前表示支持退党运动 他认为退党大潮是非常重要的 是中国民众觉醒的表现 他说 开展退党 退团 退队的这个大潮 我是非常支持的 那当然是件好事 但是 现在很多人都是匿名退的 因为中共的威胁 民众不敢公开和它决裂 那么从内心来说 知道共产党是邪恶的 是一个启蒙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成了一个没有信仰 没有理念 没有道德的贪补集团 到了今天 什么坏事都敢干 当中 由于迫害法轮功 活体摘取器官移植 谋取暴力等罪行 最为残暴 其实共产党是有信仰的 但其祖宗马克思是撒旦邪教教徒 所以共产党实为隐蔽的政教合一的政权 一切都政治化 逼迫人民用忠诚度换取现实利益 非党员不得做官 退党大潮兴起 也有越来越多红二代和良心官员 纷纷表态 退出共产党 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公开退党 她称中共是政治僵尸 这个体制从根本上讲要抛弃掉它 蔡霞曾为雷洋、许章润和任志强名不平 更反对港区国安法 她公开抨击中共说 表面上看 中共是在威胁挑战香港人民的自由权利 实际上 中共是在威胁全球秩序和人类文明价值 从这个角度看 中共与全球为敌 尤其与人类文明为敌 中共前外交官 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一等秘书陈用龄 曾在悉尼六四集会上公开宣布脱离中共 她说 退党运动是中华民族的良知觉醒 给中国人民希望 作为外交官 按理应该为国家利益服务 但是 我在这里做的事情 大多数不是为了国家利益 而是迫害自己的人民 迫害自己的事 实际上 成为共产党迫害人民的一种工具 这是违背我的良心 在集会上 陈用龄用自己四年来 在海外执行对法轮功和民主人士的迫害政策 表示忏悔 她表示她的良心 告诉她不能再听从中共的指示 继续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 中共不代表人民 而是一个既得利益的集团 即使加入共产党的人 也不是为了人民 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 陈用龄指出 以她个人14年外交官生涯得出的经验 中共的外交政策绝对不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 而是其国内专制统治政策的延伸 都是带有政治性的 是为了维护其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 一位化名独孤魂的勇士说 我是一名中共地方政府在职官员 也是一名党员 深知共产党的邪恶 我在政府上班只是为了谋生 在此自愿退出中共党团队 不愿在历史大变额时变成中共的牺牲品 化名庄严的四川民众说 我曾是一名科技干部 也曾是中共体制内的人 从小受中共的洗脑教唆 认为入党团队是光荣的事 但在共产党近些年对老百姓强拆 摧毁民主香港法治 践踏香港人权等 他们竟显共产党的假恶暴 我看共产党一世穷途末路即将完蛋 为了不与中共为伍 为了不同邪党陪葬 为了平安与健康 我严正声明退出自己早年加入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 北京高永捷 高扬等6人说 我是一家国有企业的党委书记 对共产党的腐败 邪恶更了弱执掌 共产党在老百姓心中早就没了市场 我们这些做党务工作的 不过是昧着良心应付差事 我知道这样做也是有罪 现在坚决退出邪恶中共及一切组织 以表谢罪 以报平安吧 还有我的家人 朋友 我们一起都退出邪恶中共的一切组织 三退的刘欣说 我年轻时干过多年的村书记 为邪党工作一辈子 现在年纪大 身体不好 没有本事干活 去年春镇的干部都去找我 要我带个头扒房子 政府要搞围房改造 答应再给我盖 结果房子扒了也不给我盖 找谁谁不理 我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现在我是看透邪党了 他们就是流氓骗子 现在我要退出邪党 不与邪党为伍 杨生奇在三退声明中写道 我是一名基层干部 深赶中共大厦江青 在该组织里做事 需要昧着良心才能往上爬 想帮着老百姓做点实事的人 不会拍 不会送的人 事做的再多 也无法升迁 我对这个组织失望透顶 只是为了生存而委屈求全 现在声明退党 退团 退队 斩断与这个邪恶体系的一切联系 不做马列信徒 恢复华夏子孙的本色 退党运动被誉为是一场精神和良心觉醒的运动 从2004年出版《九评共产党》之后 各国开始响应退党让潮 2005年4月21日 已故的台湾前总统李登辉 曾在记者会上高举《九评共产党》一书 并说要看清中共真面目 就要看《九评共产党》 李登辉身为台湾首位民选总统 生前曾说共产主义是骗人的 共产主义理想是共产党为了掌权 和欺骗老百姓的借口 同年5月25日 杰克推翻共产党统治天鹅戎革命的灵魂人物 哈维尔表示 对抗共产主义最好的武器 不是采用武力器械 而是采用道德 理念和知识的武器 能够面对 危险和勇敢地站出来坚持真理 是最有效的办法 至今已超过4亿1600万人 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 为迎来一个没有中共邪党的未来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朋友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您访问退党.org 查阅《九评共产党》一书记 即观看纪录片 请勇敢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为您的生命选择美好未来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未来在国险看纪录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podstaw me 我